戴著面具生活 於是一些落難的貴族 被人追債的人 或者想逃避自己身份的人 都會戴上面具 不過今時今日的威尼斯面具節 已經變成了嘉年華會 每年2月中到3月 威尼斯都會迫爆戴面具的人 其實我覺得面具是 反射到我們的人生 就是你對著上司 就會一種面具 對著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都會不同的面具 去對著他們 戴上面具是 那個感覺是安全一點的 因為我做一個角色 那我阿Fred就會躲在這個角色後面 那我就會很安全地 帶出劇本要我所做的事 威尼斯最有名的就是面具 每一年2月就會有個 Mass Carnival 即是面具的節日 這個傳統就由12世紀意大利開始 我想以前有很多 階級觀念的差別 當市民一帶起面具 全部人都會平等 那以前瘟疫 醫生就會帶這些面具 那你見到下面這裡可以保護嘴 又保護頸 那另外一種醫生的面具呢 就有個鼻 長了出來 那就方便一些醫生 塞一些藥進去 那這一隻呢就是小丑 Jester 那就會娛樂一些皇室啊 鬼族啊 領導人 做到小丑呢 一定要萬能的 要懂很多東西的 懂唱歌啦 要懂玩樂器啦 懂一些雜傻 變魔術 那我都 懂少少唱歌啦 可以彈少少吉他 打功夫啊 所以如果我活在12世紀的意大利呢 可能 我都會做小丑 那這一隻呢 就是比貴婦大的 很貴啦 整個感覺 那我可以想像一個 很美的女士 在一個 Cocktail Party 戴著這個 在跳舞 拿著一杯香檳 Nice 那黑色這一款呢 就是給女士戴的 它叫做Moretta 那現在的面具呢 後面就有兩條繩 我可以綁住那個Mask 以前沒有的 以前是靠粒扭 在口那裡 咬住來固定那個Mask 那就防止他們說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慘 我不會戴這個 很多人覺得 戴起面具可能會很假 但是 我會覺得 有時候戴起面具 說話 或者做的動靜 可能才會最真 能夠把人帶進去 一陣子 是一陣子 因為 用手複製 當一個人 承認一個手複製 會改變個人性 所以 想要是一個別人 更漂亮 更壞 更可憐 平常 如何 不好意思 我去 肖子 你好 Sylvia 蜃蜂 好 bei respiratory 你好 真的很特別 很好 其實現在威尼斯差不多有九成半的面具都是在中國製造的 剩下5%在威尼斯本地全手製造的面具 在我旁邊就是Sylvia,她是一個做面具的大師 Sylvia,可以教我做面具嗎? 好的 我一進去就覺得所有面具都在看著我 那好像我入到十二世紀一個貴族的派對那裡 好像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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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我 Sorry, 不好意思 現在我可以親身經歷怎麼可以做一個Mask 其實做一個Mask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有個帽 其實你早晚看這些面具就以為她用陶瓷做 其實不是的,她用紙做的,是paper machine 我記得我小時候我都試玩過的 第一部分她教我在帽子上面貼那些紙,paper machine 那這一部分我覺得很好玩的 而且比較舒服的,因為出錯的機會比較小 就可以補救回來了 又濕堤堤,又黏堤堤,挺有趣的那個手感 幸好那個守衛師就教我畫畫,畫面具 幸好她當初是幫我先畫了outline 那就可以跟著她畫 但是最難的那方面就是因為她不是平的 你真的拿著她,你不能放在桌子上跟著畫 那她的手就沒有什麼地方讓你可以借到力 雖然她說手指尾是可以扑著Mask之後畫 但是我都覺得很難,而且很快她的手震 心跳就加速,但是又不敢呼吸 就是這裡震,那我怕如果我保持著我的臉 就不會震那麼多,所以就這樣 這裡很難,畫真的很難 像她一樣,像她一樣 像她一樣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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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守衛師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她每一次做不同的面具的時候 就可以反射到她當刻的心情了 那我覺得作為artist 你能夠可以在你的藝術那裡 portray到你自己的情緒或者感覺 那這個才是最厲害的 有一點 有一點